對方從前面小巷右轉後 所以我從另外一條小巷前往包巢 警察串說在巷弄 打算前後夾擊先到定點等著 突然一團影子衝過來 整個被撞歪 故意衝撞的男子被壓制住 一團混亂中 免警拿出辣椒水制服 他直接有衝撞的問題 他就有消化的用條 除了手受傷 警用機車的車燈還破了個洞 被撞得這麼用力 肇事的是這輛倒在地上的黑色機車 置物像東西掉滿地 車頭嚴重毀損 面目全非 附近居民全都跑出來圍觀 這輛藍色機車更無辜 停在家門口也被撞 原來台南永康分局兩名員警 10號晚上9點半巡邏時 看到一名中性騎士車速過快 還沒戴安全帽 又拒檢加速逃逸 警方沿路追 騎士衝撞完警車 自己也倒地 一度想逃 最後被噴辣椒水才就範 警方對其施予酒測 中嫌呼氣酒測值 超過0.25法定標準 涉嫌公共危險罪 果然又是酒駕上路 42歲中性騎士 酒測值達0.49毫克 擔心自己酒駕被抓 故意衝撞警察 不只把自己弄得滿身傷 更要吃上妨害公務 公共危險等罪名 TVBS新聞 顧手上宋家娟 台南報導 祝福大家一步一腳印 希望都能夠輕盈自在 如虎甜蜜 開始新的計劃 好好享受你的人生 無論我是故隆 我是青年公司 我屬虎 虎年就要像老虎一樣 站出來就有馬騎 茄子戰 武堅秦 高爾瑄 十九組大咖親筆祝福 快上TVBS官網搶哦 加油